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障根大使就将这件事情跟我讲 他说清朝忘过 忘乞扶乱 我说为什么 慈禧太后相信 清朝早年开国的时候 早年那些帝王遇到渔南习政解决不到 都向高增大德请教 所以都有风角士 渔色道里头都有角士 那些人经常在宫廷里讲经教学 我知道这种事情就很好奇 所以我得到四副传书 我就留意 真的没错 四副传书里收集有宫廷教学的讲义 我就摊开看看四书五经他们是怎么教的 他讲什么 那些讲义都留在四副里头 所以他们都是请教那些专家学者 用现代话来解决问题 但是慈禧他将祖宗留下的制度 他就废除了 废除了 不再请人入宫讲经教学 他就信扶乱 信鬼神 他忘国了 这种事情 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提出警告 鬼神千万不要信 他真有 他不是假的 小事很近的事 他讲得很对很准 所以你相信他 但是几年之后的事 他就乱讲 说完之后 你出了事 你找不到他 他不负责任 所以这些道理必须要清楚 要明白 我们应付任何问题 都要凭经典的教诲 圣言经典教我们 这个国家族群五千年 没出过问题 末世的帝王多数都是不相信他 自以为聪明 他才出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